大家好,今天我们做一个五彩酱油炒饭 我们里面的配料是 黄色的玉米 还有绿色的鹰嘴豆 黄色红色的菜椒 再加上洋葱和蒜 调料它就是有点酱油 有点胡椒 我们再加上点盐到时候尝一下 好,就这样我们五彩酱油炒饭 油过热了之后 先把洋葱和蒜放在里面 好,现在洋葱和蒜都变黄了 现在我们把豆和玉米放在里面翻炒 这时候我们把三克的盐 还有少许的胡椒放在里面 把它一起炒 好,现在我们把这个玉米粒和那个鹰嘴豆 炒得有点泛黄了 好,我们现在把青椒,嗯,泰椒放在里面 好,我们现在把红的和黄的泰椒放在里面之后 盖上盖,炖一下几分钟 好,现在我们就把米饭放在里面 好,现在把米饭 盖上手套弄碎 放在锅里 现在我们把米饭放在里面 现在我们把一勺酱油倒在里面 好 先要翻炒了一下 好 好,往这儿翻炒一下 拿小勺炒一下 好了 这个炒的首先是炒的咸淡 这就是说,尝一下米饭热没热 现在米饭也热了 好 就炒好了 我们出锅 好,我们把这个米饭放在盘里面 好了 这样一个酱油速炒五彩米饭就好了 帮我们再撒点绿色 给它装饰一下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 请点赞 转发 和评论 谢谢